哈喽大家好,我是班达叔,欢迎收看本频道,关键一把爱丽的红夫人,爱丽的红夫人,那还是在比赛当中经常能打出非常粗彩的一个效果的 看一下这把吧,这把的话我觉得有点难打,只有上来抓机械师了,祭司已经是站在一个红夫人没有办法抓的一个点了 然后杂技佣兵的话呢,有位移道具,红夫人镜子很难起刀的,只有抓机械师才有机会能赢 而且不抓机械师可能连瓶都瓶不了,失常红夫人 这边过去就算把这娃打了,鸡子踹一脚,也难,这里娃娃看见了,看见了,这边镜像抬娃,叠刀打,娃这边 打了就打了,来,你来找我,对不对,谁怕谁,我这边直接穿洞走,进二楼 猴夫人,我觉得是一个,都不仅仅是烈士开了,是一个崩盘开局,是个,诶,打到一刀,打到一刀就打到一刀吧 打到一刀,我这边队友摸一下就行了,摸一下就行了,就你起不了一个击倒节奏,对吧 就算我机子修的稍微慢一点,有什么关系呢,我这边祭司把机械师摸好了,然后把这个位置让给机械师 因为再一个货币跳,货币都省下来了 看清楚你那个位置 先过来抓用兵,抓用兵也不太现实呀 红夫人这边需要干嘛呢,就是抓机械师,然后顺势把二楼的机子给踩了 才有机会能保平啊,才有机会能保平,但这边机子 嗯,他得先打一刀,然后再过去踹,好的,可以 这个机子最好把他给踹了,机械师刚才这边娃没放啊,娃没放,娃没放的话呢,还有机会 如果娃放了这台机子给踹了,红夫人这个失常都没地方用 这里娃娃还能扛刀的,落地刀 拖一会儿,外面三台机能跳掉 二楼这台机子,诶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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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加速 再翻,我去 有一双一神坠这把这个操作还是蛮不错的 拖了这么久了,牵起来气球都要打掉,他市场交不了呀 这市场没地方交啊,要挂到二楼去吧 挂中间,踹这边卡梦的机子 一定要踹,这一脚不踹的话平局都平不了,他一定要过去踹,这个只能过去踹了 过去踹,傭兵这边翻道具,要给机械师换道具 一刀打中,好的,可以 优兵这边换道具,这边先一脚踹,踹完以后 机械师带护臂 呃,这个护臂 给到脸上了,打一刀 诶,优兵,好换,换下来换下来,捡上,追一刀 优兵的话这边有根针 呃,祭司的话应该是进二楼去补机子 然后这边看能不能把卡梦给抬了,能把卡梦抬了,还有说法 没抬掉的话,介绍这边拉死角,然后祭司这里,机子补开 还可以跟队友连个大洞啊,这边可以连个大洞的 要交大洞了,对,这个大洞一交的话,求人者这边就相当于什么呢,叫做任督二脉打通了,他们中场连大洞打了一 这边打一个大洞,待会祭司就可以直接机子修完以后过来辅助救人或者修机了,那这样的话求人者中间就省了很大的一波这个跑位的一个时间 祭司直接来了,祭司直接来了 坏老师这边的话直接一个洞打下去了,这边这个,这个地下是说实话对于祭司来说非常非常舒服的 洞打掉,这边还可以拖会时间,那边压机救人,用命的话修这台,卡莫这边 机子两个人压好了,压好了,压好了 还是前期的一个劣势太大了,这边还有博命 这里该天门的天门啊,该天门的天门,这个开门战安排的太好了 一个落地刀,拉开,知道你不会去追这个祭司的,你一定追这个祭司,所以说这边的话求人者 这个量机都没有很着急的,我夫人这边的话,镜子抬一个护皮跳走,完美了 虽然说这个镜子没有能够完全跳开吧,但是,哎,就当我没说 传说,传说,这里减速球都放好了,这里减速球都放好了,真的是,不给活路 嗯,护臂打佣兵 不,不,不,镜像打佣兵,没护臂的 这刀补,补完以后你还是得,这刀你居然打在佣兵脸上面,你还得追第二刀 你得追第二刀的,没办法,这佣兵30秒都要开个门,这边可能已经开了一半了 没开一半吧,但他可能怕一半,一般的话,这个门只需要9秒钟就点开,那边开门,镜子抬过去,来不及了 这门能开,三跑了 这把就是前期红夫人的一个开局,这张地图,打这套阵容,只有上来抓机械尸 你不抓机械尸,我开局都讲的,连屏都保不了的,对吧 我们也可以看到,上来第一波,虽然说镜子打掉了娃,但是抓机械尸时间太慢了 哪怕你时常踹了一脚,对于穷人者来讲影响也不是特别大啊 这个级别的穷人者真的不会给你任何机会,感到不信不,下次再见,拜拜